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得来不易,增几何时更被海外一众媒体形容为与美国纽约,英国伦敦齐名的纽伦港,可惜港府管治水准一介不如一介,只懂尖尖自喜而不思进取,至使竞争力每放愈下,如今就连金融中心的全球三甲排名亦高失守。 所谓纽纶港以如黄梁梦,一角省来见败局,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最新排名显示,香港的第三位置被日本东京夺去之余,更连降三级至第六位,屈居于上海及新加坡之下,而纽约及伦敦则继续稳居首两位。 有关排名是根据全球各个金融中心的营商环境,金融体系发展,基建,人才资本,声誉等作评估,今期报告评估了108个金融中心,当中,香港在基建,金融体系发展和声誉三方面均输及新加坡。 整体得分排名被并出三甲位置,意味着营商环境不断退步,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遥遥欲聚,值得留意的是,在金融体系发展方面,香港的排名在纽约,伦敦,新加坡,苏黎世及法兰克福之后,所谓金融体系发展,主要包括以互联网基础的交流水平,通过监管进入其他中心的市场渠道, 以及系统中金融业务集团的效率水平。此外,在创科方面,首五大排名分别是纽约,北京,上海,伦敦和新加坡,香港的排名更在深圳之后。 紧列第七,上述这些领域都关系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竞争力。 可惜表现皆未尽人意。其实,该些领域都需要港府战略统筹倡导,善用资源推动建设,不分下降反映港府实属失职,官员们的不反省之余。 又要委过于去年社会事件影响调查官感评分。 显然仍不知道问题真正核心,实属可悲,如此看来,与新加坡的所谓相成既竞争,将以香港原败告终,持续下去,就连内地城市也纷纷追赶超前,虽败致此,的令人概叹,也为之无奈,争己何时,地位稳如磐石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如今都告急, 反映港府管治未如理想,推动产业转型缓慢无章,致令整体经济发展不进则退,作为传统强项的金融业不断被蚕食,根基更深都有倒下的一日,若再继续搓河岁月,相信不用水晶球,也可预知国际排名只会跌得更低, 奈何港府的坐拥金山银山,却只管当手财劳,大事做不来,小事管不好,正是所有乱象和矛盾的根源,经济搞不上去,民生疾苦,深层次矛盾日益恶化,问题千头万水,普残守缺子有沉淪不止,到底香港还有多少老本可吃,不能不令人怀疑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